真正做過投資的人都知道 最折磨人的不是肺腦筋的分析 而是決策 所有投資決策都面臨不確定性因素 因此都需要對未來不確定性因素進行各種假設 股票走勢圖 從右往左看 人人都是諸葛亮 從左往右看 很多人就變成了尖掛絲 嘴上陣陣有詞 心裡其實一點譜都沒有 買入和賣出是很簡單的動作 難的是每一次出手背後的邏輯思考 趨勢研究改變了我的一生 猶如投資路上的一盞明燈 讓我在股海搏擊中得心應手 炒股的方法其實不複雜 堅持價值投資 挑選一批具有投資價值的潛力股建立股票池 價值投資是最基本的原則 無需自我標榜 先在具備投資價值的股票池裡 識別出上漲趨勢最明顯的股票 買入漲勢最好的股票 然後順勢而行 趨勢而動 乘勢而上 趨勢不變我不變 持有漲勢最好的股票 一直到上漲趨勢改變才買出 並買進新的領象股 有懷疑就持現金 如此而矣 我崇尚快樂投資 快樂生活 我專注於買入 一買入就賺錢的股票 那種感覺實在太貧 專注才會賺到錢 我的投資策略就是這麼簡單 簡單易懂易掌握 我相信簡單與重複的力量 簡單的是重複做好他 你就是投資專家 重複的是用心做好他 你就是投資贏家 人生是一度減法 何不讓心靈海闊天空 遠離市場的造星 水淨才能照清人影 深淨方可看透事物 聰明的人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 愚蠢的人常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在現實生活中 人們更傾向於把簡單問題複雜化 把簡單問題複雜化可以顯得非常有學問 讓人心懷敬異 凡事都有根源 大度自減 能以減予凡才是正確的處世之道 我從不使用一些複雜的技術指標來判斷趨勢 判斷盤面 大部分情況我使用目測法 一目了然 最多參考一下股價 成交量MACD 平滑二同移動平均線指標 趨勢線等小量指標 基本面方面主要是研究管理層 產業趨勢 淨利潤 銷售額和利潤率 資產淨值等 我主要判斷股價趨勢 如果趨勢不好 即使基本面不錯 我也不會買入 我認為沒有趨勢的所謂價值就是 灑流文 只有賺錢的投資才是有價值的 簡單的法則能提高系統的穩定性 因為這樣的法則能在各種各樣的境況下發揮作用 系統之所以變得複雜 一般是因為系統開發者總想添加新的法則 充分利用他們所注意到的某些市場狀況或行為 這樣的法則越多 系統對特定市場狀況或行為的依賴性就越高 這樣一來 未來的市場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可能性就越大 如此一來 複雜系統的應用者就會迷失在複雜的環境中 複雜會導致混亂 而簡單則能使你擁有快速決斷的能力 能夠使你在出錯時承認錯誤 我們有幸知道的哪些最偉大的投資者 一直都在使用最簡單的交易體系 他們描繪出簡單的趨勢 觀察並且遵照簡單的技術指標行事 他們反應敏捷 並且把這些歸功於多年的知識積累 長久來看 簡單的系統更有生命力 供應的投資大師 美國默哲倫基金管理人比德 臨期的投資方法 就很簡單 就是人人皆知的 雙10%原則 在目標股從底部上漲10%時買入 再從頂部下跌10%時賣出 結果其收益總是大大高於整天用各種技術分析方法 去發掘買賣點的人 這就是經典的將投資簡單化 且行之有效的投資管理方法